大家好,我是天龙 我现在回到了广东省南雄市,我的家乡 在结束了广州的冒险之后 由于天气太热的原因 所以我决定把果子们都送回家 顺便趁这个机会 我也回去修整一下 由于今年1月份出发的时候比较匆忙 拍了这么多城市冒险的视频 却唯独没有拍自己家乡的视频 这一直是我心中遗留的遗憾 所以趁这次回家 我决定把这个遗憾也给它填补上 刚回到家的这几天一直在下大雨 对比广州炎热的天气 现在家里的天气简直不要太凉爽 现在眼睛好很多了 没有之前刚开始有那么多分泌物 那种分泌物都把他眼睛给疯掉了 我就是每天定时给他滴一点这种消炎的这种眼药水 在他眼睛这里 现在那种封闭物烧很多了 但是意外却总是来得很突然 在端午节那天的早上 我下晚餐一样准备给他喂奶的时候 他却再也没有睁开他的双眼了 最后我把他埋在了我回家必经之路的路边上 还有前不久买回来给他喝的垂牛奶 一瓶还顺一点 一瓶还没开 也一起留在这里吧 南雄是一座客家人的小城 在这座城市里 你可能会听到两种不同口音的客家话 然后每个乡镇之间的口音 可能会有细微的区别 但这完全不妨碍大家相互交流 来到南雄就一定不能错过南雄的美食 南雄有许多美食 我在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几种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美食 这是南雄的鱼钢斧 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 一般过年才会吃 就是拿牛肉拿去油炸 然后跟各种香料 跟它一起煮 一般过年的时候是 先把牛肉晒成干 然后再做的 在平常的时候 早上你可以去吃艾雷粉 艾雷粉 这个鸭肉是用冷定特有的酸水分支 味道非常独特 很好吃 南雄的一定要尝试一下 吃粉可以免费加这种小菜 我也要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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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教你自己 又是不知道用普通话怎么说的东西 确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很好吃 它非常软 这些里面有茄子有酸菜 这个是茄子的 茄子 茄子 这个是茄子 非常好吃 最好吃的就是茄子 中午或晚饭可以去饭店吃肉网 南雄的酸笋搭配大块的饿肉 想想就让人流口水 在夜宵的时候 还可以叫上朋友三三两两 去品尝一下南雄本地的牛杂包 你跟食杂过来一起吃个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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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州回到家休息的这段时间里 不是待在家里 就是去钓鱼的路上 这几天一直在钓鱼 虽然没什么太阳 但是 手都已经 晒出一条线了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 如果对一个地方太熟悉 就很难发现它的美 所以接下来 我将以前拍下的一些 男胸的素材 整理成几分钟的短片 给大家欣赏一下 我曾经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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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